这一节我们看一下Gins3的下载、安装和初始化配置 首先是下载 我们需要下载Gins3 GUI和Gins3 VM两个组件 下载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我们可以登录Gins3的官网 点击这里的Free Download 然后选择我们的计算机平台 比如我们下载Windows的版本 这里提示需要登录一下 如果你还没有Gins3的账户 那么先去注册一个 之后官方会在两个工作日内 将下载链接发送到你的邮箱当中 然后我们通过收到的链接便可以下载 下面这里是Gins3的VM组件 点击打开后 也可以选择我们对应的虚拟机平台进行下载 我这里使用的是Virtualbox版本 由于这种方式 我们需要等待一至两个工作日 才能够获得软件 所以我们也可以采用第二种方式来立刻获得软件 那就是在Github上找件Gins3的项目 然后点击这里的Releases 就可以下载最新版的Gins3 All-in-One 和Gins3的VM 我这里选择的是Windows版的Gins3 GUI 和Watchbox版的VM 之后就是软件的安装 首先我们安装All-in-One 也就是Gins3 GUI 通过向导模式点击下一步 我们可以勾选一下Gins3 WebClient 这里的Gins3 VM我们已经提前下载好了 所以不需要勾选 然后其他保持默认 点击下一步 这里会安装一些第三方的软件 可以安装一些第三方的软件 在这里他会去安装Vershock软件 下载速度取决于你的网络情况 如果很慢 你可以取消Vershock的下载安装 然后自行去官网下载 并安装一下便可 这里是SolarWinds的一款工具 我们也不需要它 这里选择No 然后我们点击Finish 就完成了Gins3 GUI的安装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Gins3启动后的初始化配置 首次启动Gins3时 它会通过一个向导模式来询问我们 Applances 也就是设备在哪里运行 这里的设备指的就是交换机 路由器 防火墙 Docker实力 还有虚拟PC等等 我们有三个选择 首先是运行在Gins3的VM当中 也就是像PNet Lab一样 所有的设备都运行在PNet Lab的虚拟环境当中 关于PNet的使用 大家也可以参看一下我的PNet使用课程 这个选项是官方和我都推荐的Gins3部署方式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Gins3的界面 就相当于一个GUI的客户端程序 一会儿我们会在Watchbox中导入Gins3的虚拟机 这个虚拟机就相当于一个服务器 里面已经部署好了运行各类镜像文件的环境 这种方式可以支持所有类型的镜像文件 比如Dynamics IOL或者也叫做IOU 还有QEMU等 我们之后在TOP环境中添加的所有设备 都会运行在Gins3的VM当中 第二种是运行在本地计算机 这种方式只能够支持Dynamics的镜像文件 虽然这对于初学者来说也算是够用 但是并不推荐 第三种和第一种方式一样 设备的镜像文件运行在Gins3的VM当中 只不过这个虚拟机是安装在VMware的ESXi服务器上 或者是在云端远程运行 我们这里选择第一种方式 在点击下一步之前 我们先在Wortaboss当中安装一下Gins3的VM 这个操作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解压一下刚才所下载的Gins3VM 会得到一个.voa的文件 我这里已经解压好了 然后我们双击一下 便可以自动导入到Wortaboss当中 这里的参数我们先保持默认 然后点击Finish 导入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配置 在这里我们对内存 还有处理器数量的调整 实际上会被之后的一些操作所覆盖 所以在这里调整CPU和内存的参数 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先保持默认 重点是这里 我们一定要勾选一下 让虚拟机支持CPU的虚拟化 然后可以增加一下显存的大小 更改一下显卡控制器的模式 那么下面这块的一个爆错就会消失 然后我们返回Gence3 点击下一步 这里会有一个爆错 那是因为Gence3默认选择的虚拟机平台是VMware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Wortaboss 所以我们在这里重新选择一下Wortaboss 它就会识别出我们在Wortaboss当中 安装的所有虚拟机 这里我们选择刚才导入的Gence3VM 下面这个地方就是针对CPU和内存的最终数量的调整 Gence3会通过对应的API接口 直接修改虚拟机当中的参数 我这里设置的CPU数量为8 内存给到8G 然后点击下一步 它会自动在Wortaboss当中启动Gence3的VM 我们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尽量给Gence3的VM多分配一些内存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修改已经反馈到了虚拟机当中 我们看一下右侧这里 Gence3VM前面的绿灯已经亮起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里的绿灯表示Gence3VM已经启动成功 并且已经正常的和Gence3的客户端连接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Gence3GUI和Gence3VM的版本需要对应一致 否则VM可能无法连接到客户端上 也就是我们看到Gence3VM虽然已经启动 但是在这里我们不会看到绿灯亮起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在Gence3VM当中通过升级来解决 关于升级的操作我稍后再说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Gence3VM中的一些信息 这里有版本号 通过SSH登陆Gence3VM的IP地址 还有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和密码默认都是Gence3 下面这里还有通过Web页面登陆Gence3的地址 我们回车查看一下更多信息 今后我们在这里使用最多的就是Upgrade 来升级我们的Gence3VM 比如Gence3发布了新的故意版本 我们就需要安装对应的Gence3VM 通过Upgrade就可以直接升级到相应的版本 下面这里的Shell就是进入到命令行 下面还有关机和重启等操作 最上面这里的Information就是返回刚才的信息页面